七年齁 楊明山 很長的一個時間就對了 我剛在報導裡面看到印象最深的就是 你的爺爺跟奶奶好硬朗 對對對 還滿 身體都還滿不錯的 你是跟家人的關係 非常非常親密的一個家庭 我等於是從小就是外公外婆帶大的 然後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所以我媽都在外面工作 然後我們家很熱鬧 我基本上都是女人國 你阿姨那時候也是跟爸媽住一塊 對對對 我媽是家裡面 我外婆生了五個女兒 然後加我媽媽總共五個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是家裡第一個結婚的 所有的阿姨都還住在家裡 所以那時候家裡面 我們三十坪的房子集了八個 八個人 那個真的是吵翻天了 所有女生吵起來真的是 但是我算我們家最安靜的一個 因為可能是阿姨們都太吵了 所以我就負責就是平衡他們的那個吵鬧 然後對 所以我們的感情是很親密的 我的阿姨 最小的阿姨跟我差十七歲 所以我阿姨他們都說 我就像是他們小妹妹 你在很多採訪人員都會提到 你爺爺其實就是你外公 然後我覺得最爆笑的是 他說他金鐘獎得獎 然後他們家人就買了那個拉炮 然後偷偷地慶祝 對 然後爺太興奮了 對 那天很好笑是他想要當 就是他一開門之後他想當那個領導 你知道嗎 一開門他就在那個 我阿姨他們就在他後面一字排開 然後我外公就這樣 啊 就是這邊你知道Q場 然後他在這邊拍手 然後我阿姨都在後面這樣拉炮 但是你知道他Q場 他就忘了要拉拉炮 所以 他們都拉完了 然後我就走進去的時候 我外公就 他抱我說你好棒你好棒喔 講完之後他就說 我也要幫你拉一個 然後我就立刻從旁邊 拿那個拉炮對著超近的 說我要我要我要這樣 然後我就說等一下 對你的點 我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你常在電視上看到那個 有時候 萬一突然間 瞬間火花你知道 整個燒起來不得了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就躲很低你知道嗎 後來他就 就還是把它開成功了 但是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超飽笑 對我覺得那個畫面很溫馨 我們先換一個角度說 在你的母親跟你 門家裡其他就像阿姨好了 他們對於你在成長過程中 或是後來你入行以後 有沒有比較多希望你能夠 達成一些什麼 或成就一些什麼 不是為了功利的 而是希望說 因為成就這些 他們覺得你會比較快樂 證明了你自己 我覺得對於我阿姨們來說 他們一直都跟我講說 女生要很獨立 是嗎 要堅強 對 因為他們自己 我有些阿姨也是單親家庭 因為我看著我阿姨帶我的表弟妹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心疼 就是他們 薪水然後要養兩個小孩 小孩現在又要補習什麼等等 他們自己都是咬著牙自己撐過來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看到他們的堅強 然後他們也跟我講說 女生 絕對要夠愛自己 對我相信他們講這些話的時候 一方面我覺得也是在跟自己說 因為他們一路這樣走過來 所以我覺得工作 我今天工作有沒有名氣啊什麼不重要 我覺得重要的是他們覺得 我在這個工作中我能得到那一份快樂 然後受到肯定是其次的事情 對 所以在 因為你太早入行了 我們算16歲 那麼年輕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背負這些期待 或者你覺得你自己 希望自己能夠早一點自力 會在這一段期間有焦慮 讓你怎麼處理 其實16歲開始工作 中間也都是媽媽陪著我 因為她擔心嘛 她覺得一個女生這麼小就出來工作 所以很多應對進退她會怕我不會去處理 所以我幾乎是 到20歲 16到21 2歲 我媽都是在旁邊跟著我 然後我媽媽跟我講過一個 就是治理名言那個時候 她說 出來工作的時候你不需要應酬 有我就好了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為了這件事情我跟她吵過架 我就說就是 你不可能幫我一輩子 就是我得出來 這是我的工作我也得負責嘛 我得面對這些我不會的事情 我要去碰我才會學嘛 然後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也是冷戰了好久 在這個節目裡面還內外有很多 比韋妮年輕 還有跟韋妮年紀 差不多相近的觀眾 我想他們一定都很想知道 後來在你20幾歲到現在這段期間 你背負了這麼多的關愛 然後慢慢的有你自己的判斷 因為了解你自己 然後知道說 你可以一路的取捨 要什麼不要捨 到現在 我覺得從模特兒時期 就是那時候放大 然後有很多關愛 那個時候 我那陣子其實 工作不是很順利 對 因為我覺得 那個時候大家把這個東西 就是 模特兒這種東西拉得很高 可是實質上 你 你的工作啊 其實跟那個是不成正比的 因為每一個模特兒 被認識以後都 變成大家想像的名模 對 但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的 然後拍戲也 也覺得一直都沒有突破 找不到 永遠沒有辦法演你想要演的角色 後來就覺得 有一天不知道 睡一覺起來就覺得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不如把自己先打理好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事情就是 你這種感受 一直到最後 你自己會知道 心裡會知道會有極限的 你會知道你有一天 再受不了這個狀態 你自己就會突破了 所以 到那個時候 那個點 我就覺得 好吧 那就先 減肥吧 先把自己的狀態打理好 然後 我就去旅行 後來那陣子回來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有煥然一心 就是覺得充滿能量的感覺 是自己去旅行 嗯 自己一個人 剛開始的時候很近 我就去北京啊 去上海 弄三天兩夜 但我是真的一個人 自己一個人出去 那時候我還記得 只是去這麼近的地方 我前天晚上都睡不著覺 然後當天去機場 我還從樓梯滾下來 因為我太緊張了 我那行李沒拿好 就是有點很笨拙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起碼那時候 是走出了一步 去完北京上海之後 下一段旅行 就是去德國一個月 然後都是在歐洲 德國 紐約 法國 都是這樣 每一年都有一個月的 這麼長時間的 自己跟自己相處的旅行 每個人最羨慕就是 你看他一直被看見 一直被關注 但是你卻反向的 你非常需要一個 一個人獨處的時間 為什麼 我覺得在獨處的時候 你以後可以獲得很大的自由 自由 就是 尤其是你到 完全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 如果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就必須跟人打破那個隔閡 你必須把那個距離打破 那打破之後 你心裡面我覺得 某一些那種慢熟的東西 好像也慢慢瓦解了 就是你覺得跟人跟人之間好像相處 不是這麼 不是這麼複雜的事情 所以在當下 我覺得不只是覺得外在很自由 你覺得心也放下了很多東西 所以 當然我覺得我去自己獨處旅行的時候 我還是會自拍啊 把我一些東西上去社群網站 但是我覺得獨處對我來講是 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每年都一定要做的 你覺得我可以說 如果就你跟你自己的妥協跟和好的生命經驗來講 二十幾歲到現在三十 你覺得那個心房的溶解 是不是在你成長裡面非常特別 你送你自己的禮物 我覺得是耶 我覺得是從二十九歲到現在 這三年來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變化 因為以前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怎麼樣都找不到出口 怎麼樣都找不到路去 把我這一塊 就是跟人之間相處這一塊去做改變 尤其是我媽媽後來也沒跟著我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覺得 一直在找那個出路 其實找得蠻辛苦的 你小時候有被霸凌過嗎 就是說你會為別人怎麼看虛偉 你這件事這麼緊張 一直影響到你入社會 跟別人互動跟接觸 你都會這麼緊張 你小時候有怎麼樣很不愉快的經驗嗎 有 我覺得我那個時候可能剛好 混血兒的寶寶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因為我在萬華長大的 然後 比較舊的社區 對 然後學校 那個時候我記得學校只有我一個 是混血兒 所以 那小時候我特別皮 就是我會去爬樹啊 然後 然後有時候沒有聽到上課中 我就是還在外面玩 想說欸怎麼 大家都不見我才趕快跑進教室 可是那個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你就是 你不乖的小孩 你就是不按時進教室 然後 以前我也是那種就是想上廁所 我也不跟老師舉手 我就去上廁所了 因為我覺得想上廁所 看到你就 啊你就是 長得跟我們不一樣啊 什麼那種很難聽的字眼 就是我 不知道小朋友哪裡聽來 那麼難聽的字眼 就是 他們就是會用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們可能也不懂 可是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 來罵你 所以那種霸凌是非常直接喔 非常直接 非常直接的 然後 有時候他們會藏你的課本啊 然後 我記得有一次我當那個 那個以前幫忙管錢的 那個是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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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 總務 對 總務 我剛剛還想要財務長 對 我剛剛也想到財務 總務 然後就是幫同學收十塊錢的那種 班費嘛 我就放 收好之後 才放抽屜一解課 下課就不見了 那妳完蛋啊 然後我就就是要賠 就是 就是我小學發生好多事情 有東西如果沒收好 就說是我 我沒有收好的 太多了 所以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我每天回家我都很不開心 我每天回家 我都把自己悶在房間裡面 有一次 就還直接哭著跟我媽講說 我想要把我的頭髮染黑 不然我都 我覺得我跟大家都不一樣 大家都不喜歡我 我沒有朋友 對啊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其實 很難過 但我就只有講過那麼一次 後來我就再也不說了 剛剛拿下今年金鐘獎最佳女配角獎 許惟寧沒有停下腳步 轉身一變卓別寧 當起了電影節的代言人 其實我覺得她還算是一個 還滿有爆發力的演員 她有一種會的那種智慧的會 就是冰雪聰明這樣 肢體誇張的卓別寧 跟十六個夏天裡頭 情感極度壓抑的鄭瑞瑞 就像天秤兩端的旗幟表現 許惟寧演起來受放自入 許惟寧我不認識她 我覺得許惟寧應該不會接這個角色 因為前面的部分真的 真的沒有什麼好發揮 她到第二個年代才會整個起來 那我不知道台灣以為能不能接受說 前面壓 因為你現在壓越低 你後面就是彈越高 喂 經理有人找你 事實上在十六個夏天還沒開拍前 許惟寧反而一度擔心 自己太過女人味的外型 會被製作人林心如辭退 其實很多演員 不是說她沒辦法演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而是你沒有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讓她去發揮 所以當一個好的演員碰到一個好的角色 她的那一些火花 她的光彩自然就會碰撞出來 我比較適合當一個 快樂的單身女了 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在演的時候有點 也是有點緊張是 因為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知道 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愛她的 可是我要怎麼演就是 我愛她可是我壓抑住 所以這個表演方面就是 有時候要變得很曖昧很模糊 你知道這樣子也可以成立 這樣也可以成立 那這個東西遲度就要拿捏得很好 我懷孕了 許惟寧為了讓自己的角色 恰如其分地hold住自己感情形象 除了書由頭 穿西裝外套 這些觀眾可能猜得到的隱藏密碼 還利用看不見的味道幫助自己入戲 我在那個演鄭瑞瑞的時候 我幫鄭瑞瑞設計了一個香水 就是我噴這個的時候 這個鄭瑞瑞 這是鄭瑞瑞 帶點木質香氣的香水 讓許惟寧悠遊在兩性角色的模糊地帶 每一個角色我都會去找 適合那個角色的味道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重味道 就是 對 我在那個現場 我是很好味道的 那個味道會帶著我 改變一些感官機去做表演 對 味道對我來講很重要 味道就像催化劑 讓許惟寧的驅題 跟鄭瑞瑞的靈魂緊密結合 所以從五人幫聚在一起讀本 許惟寧就成功地跳脫外表束縛住的框架 讓同系演員難以忽視 我們第一次見面其實是在我們讀本 讀本十六個夏天那一天 我真的剛開始以前都沒有 就是不知道她是誰 或者是沒有看過她的作品 但是我們在讀本當天 當她唸對白的時候 我會發現這女生怎麼那麼 就連她唸對白都那麼的有畫面 那天你突然要我陪家裡去產檢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你有事瞞著我 那你打算瞞家裡到什麼時候 終於擺脫小公主的刻板印象 可以不用再演千金大小姐的角色 是為您珍惜難得的機會 把鄭瑞瑞的苦悶爆發在最具張力的故事情節 當然她搶完我的那一場戲 也是就是讓我想不只是我自己吧 讓所有的觀眾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那那場戲我們其實也沒有多做太多的排練 在那要開拍那場戲之前 其實我們就比較沒有像平時這麼喧鬧 你不要把我說得這麼一文不值好不好 是我認識你那一天開始 我就小心翼翼守護著我們的友情 我害怕有一天會失去你 那你為什麼和俊傑一起背叛我 你可以看得到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眼中的愛意 就是這種愛意就是以前沒有過 你變男生 怎麼會這樣 你變男生也可以 OK 甚至不需要一句話 許惟寧就可以把最深沉的苦痛 表現在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謝謝評審 然後謝謝十六個夏天 所有目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最愛的辛辱 演的戲得到了共鳴 對於鄭瑞瑞這個角色 許惟寧其實還有跨不過的關卡 說服不了自己 如果這次我覺得 我不會跟俊傑上床 無論怎麼樣都不會 因為我覺得 那個是我好朋友的另外一半 怎麼樣我就絕對 我不會讓任何事情有發生的可能 這麼的篤定大概就像許惟寧 對表演的熱愛一樣 只要相信自己 就有得到掌聲的一天 十六個夏天過去 許惟寧散發表演熱力 接下來要面對演藝人生 無數個刺激生生不息 無數個刺激生生不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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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